大家好 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按LIKE 支持我們每個小時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說什麼呢 大家好 我是OK仔 快要過年 總會有些古靈精怪人士走出來 跟你說 額有潮天骨 你走運 我給你一些東西 你包你 來年就走大運 或者跟你說 你面色不太好 看來你在走壞運 我有些方法可以介紹一下你 令到你可以立即改運轉運 不是我家仔介紹給你 而說到現在香港 又出現了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騙神龍鬼 尤其是老人家 有時候在疫情底下 太久沒怎麼接觸人 突然間有小朋友跟你說 然後你給我一些錢 騙子特別多 現在說到有位港媽 被人困了20萬 懷疑一些神秘宗教事件 大家都要看看 提醒身邊的老人家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訂閱頻道 每天有很多新的資訊 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為何我剛才用這個 連任歲晚的話題 去這樣說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真的 現在可能有很多人 會在街頭上 派一些物資給你 寫輝春 可能有些地區工作的人士 在街頭寫輝春 又或者有些宗教團體 在派一些小禮物給大家 有時候我們看到 有些懷疑是 不知道是否騙老人家的店舖 死灰復燃 經濟一慢慢 社會面回復正常的時候 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會湧現 我不是說寫輝春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不是說派小禮物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而是說到 有些祈福黨 用你的迷信 那種心態 去蒙你錢的人士 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所以 聽一聽 就提一提 身邊的老人家 甚至乎你自己也好 因為 講到 東章 也上了東章 在荃灣出現了一個神秘佛堂的騙局 有爆料人士就說自己媽媽也領了 我們看看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 有一個觀眾就叫Ricky 就向 假名 在東章西望的節目組人員 就說 他媽媽誤墮 佛堂騙案 有一個人 敲驚念佛 也可能騙你 希望能夠透過節目組 提醒 各位朋友要小心 那怎樣呢 這位 這位 Ricky 就指出他媽媽 在兩年前 跟著遠房親戚 有那麼疏得那麼疏的親戚 就去了一間佛堂 開頭 都是吃阿齋 聽人說一下教 那你這裡沒什麼東西 吃阿齋 敲經念佛 你說當一個精神寄託 都OK的 誰不知 越來越沉迷 越來越沉迷 是不是真的疑神疑鬼 哎呀 你這樣不行啊 你不可以 做這些事情 我們聽教 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裡面 別人跟他說了什麼 好了 他說他媽媽 除了沉迷之外 越來越變得神神花花 怎樣神神花花呢 一會兒跟大家說 他說這個佛堂的教派 是非常奇怪的 那麼如果一說佛堂 五仔一定是衝出來的 哇 佛呀 他對佛很有研究 也很有緣分 所以不知道他有沒有時間 說說佛經 我們說說這些佛教 所謂的佛堂教派有多奇怪 他說 這位Ricky 說他媽媽指出 他說這個教派上面 跟他形容 說有尼勒佛 上天老母 祭公 還有些不知道什麼來的神像 喂 你只是這裡 聽學都不對勁了 滿天神佛 什麼佛教這樣的嗎 哎 真的 你又祭公 又說上天老母 上天老母 那麼像那些戲 什麼八年教 你看看黃飛鴻的就知道 你有看過這些戲就知道 哇 這位 這位Ricky 就說他媽媽 一開始 都是一個星期去一天 啊 想不到 現在越來越去得密 一個星期去成三四天 還好像不去不行 周身不舒服 很麻煩 很麻煩 成人 等同我們說那些 賭徒 過大海 糟了 不過大海不行 很癢 那些籌碼咬我 那些錢咬我 但是你信什麼宗教也好 你信耶穌也好 信佛也好 信道教也好 通常別人的教的聚會 只有一個星期一次 都沒理由這麼密 你密上去做什麼 你是不是有很多業 那你還是想出家呢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號 好了 我們繼續下去看看 這位 Ricky 指出 這個佛堂用傳道的方式 去做一個傳銷 要人傳人搭路 嘩 搞什麼 賣什麼 就說要靠一個開過光的人 帶他上去才行 不是吧 這樣嗎 嘩 怎麼傳銷呢 又要跌了多少錢 這位 Ricky 就說他媽媽 整天向佛堂捐獻 保守估計 一個星期捐一兩千 應該有十幾二十萬 嘩 一個星期捐一兩千 嘩 一個月差不多成 八九千 八千銀 一年 那你就自己算 是啊 嘩 不是東西的少 那為什麼會 用捐獻的模式呢 是不是要 用一些行騙的手法 誠心嘛 心意嘛 心意多少就看你有多少了 奉獻了多少了 你能夠奉獻真金下來的 那就是誠意夠了 誠意夠就可能為你贖罪 可能用這些 不停在這裡洗腦 這樣就令到你 外國也有的嘛 之前韓國 統一教 就導致安倍晉三 被人行刺的問題 那些教 外國有很多古靈精的教 其實都是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都是關乎錢的 尤其是那些 騙神騙鬼的那些 一定是想著 奉你錢的 奉你錢之外 就是奉你可以帶多些人上來 讓他奉 就是被他騙 好了 十幾二十萬 認真誇張 而說到東章 後來透過中介人的介紹 成功放射入佛堂調查 而這個神秘佛堂原來位於荃灣的工業大廈 門口招牌是一間實業公司 內部裝修和一般辦公室相似 佛堂在其中一間房間 房間裡有一個孔子的像和經文 不是吧 什麼樣子 這麼奇怪 這些 也會的 正正常常也會設立一個實業公司在門口 然後又好像在暗格裡面 你才可以見到一個道場 這些地方 你不要說在香港 我在內地都見識過 一進門口 全部都 哇 你很商業的味道 何說很商業的味道 全部都有自己的 所謂的大師的樣子 又說自己有多厲害 好像別人醫生一樣 掛了自己有什麼專才 有什麼能力 有什麼證明 然後 在賣廣告 每個人都貼上不同的專家 我用專家來形容 我心裡一進去 一看你就知道 聞到那一股 是金錢的味道 沒錯 你不用跟我說這些 多謝你 你說 盜人向善 OK的 但是你盜我的錢 我就不OK了 記者進去這個地方 就覺得 嗯 古靈精怪 是不是 有多古靈精怪 那副負責人就跟 跟記者說 表示一般 就不會接受 未經過開光的人士拜訪 這裡是拜什麼 什麼 明明上帝 明 哇 大哥 你真是 什麼了 你拜上帝 又孔子 又拜上帝 又佛 你都挺聯合國的 好了 跟著說 這個宇宙的一切 是他主宰的 我們稱之為老母 而這個老母 是一個直心 然後是一個圓圈的 真是奇怪了 而說佛堂 會替物件開光 信徒 食一日齋菜 以及給一些功德費 就可以開光了 就是人人有功練 這樣也可以 那怎樣可以給功德費 解釋 這樣做 就是代表 你在天堂開了個帳戶 錢傳入了功德銀行 更加一個說 上天 會用這份文件 視為信徒的登記 哇 哇 這麼多人信 大哥 不是吧 而說到 記者又想了解一下 他怎樣開光 把這些物件開光 這個過程是很神秘的 當中提及到 說會將三個寶物 三寶 煎釀三寶 交給信徒 要信徒 發毒誓不能夠向其他人 透露有關相關的資訊 你只是這裡 發毒誓已經有問題了 何來導人向善呢 你不可以有這樣的東西 又說佛教 其實我已經不能夠用佛教來形容他了 又說老母 又說上帝 又說孔夫子 那你怎麼搞呢 這是什麼習牌軍 說到 說到 這個 發毒誓之後 負責人就拒絕 透露三寶的內容 向記者不說了 他說其中佛堂負責人 說到信徒一經過開光 身體又有奇妙的變化 說到走了之後都會很開心 很舒服 身體不會硬 屍體好像在雪櫃剛好拿出來 都是會軟的 這樣 而且負責人說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人人都適合做的 從事實生的行業 身體有缺陷的人 都會拒收的 那你真是不行 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你只是說這些 那時候你看電視機都看得多 你如果深信你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 你用宗教的角度來說 最簡單的 有些人就說 你可以不信佛教 信天主教 基督教 信耶穌 很簡單的 你信就可以了 你信 不需要你做其他事 你信就可以了 說知道你是誰 你曾經之前做過很多不好的事 作間犯科 經過判決 或者入獄後出來 很多人都說有宗教信仰 因為那個宗教信仰是一個精神寄託 他希望可以幫助 他自己會覺得 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神會幫到我的 祈禱 做一個心靈的位置 甚至乎有些人 如有神力之助 神會幫你 無論如何 你這件事很簡單 不需要說 又要付錢 又說要做些什麼 差不多我教你 好像人家那些破地獄 淡地三聲喊師傅 你現在很標同 我覺得好像 你只是去到這個位置 已經完全不能夠信服 你沒理由拒絕所有人於門外 你還要有一種簡過的氣味 好了 說到這麼神奇 那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呢 記者繼續指出 負責人說 這個佛堂 我也不明白佛堂 信徒說 叫大家做道親 直言道親的關係 就比親人更好 而這位受害人的女兒 Ricky 就指出 她媽媽去完這個佛堂 就懷疑被人洗腦 除了跟家人的關係 開始變得疏離 只要身邊有人說 佛堂騙人 勸她就不要去 母親就會馬上罵對方 很簡單 我覺得這個反應是非常簡單 是正常的 因為她已經相信了 哎呀這樣不行 不行 什麼不行 我覺得不行 你又不懂 於是 節目組請來心理學家張博士分析事件 張博士指出 離間信徒 與家人朋友的關係 令到他們產生矛盾 亦都會令到組織成員 變得更加親密 容易達成控制的效果 哇 這樣 就是一個陳額式的銷售 等同那些倫敦金 我叫做中菇那些 首先你買了一件產品 向下銷售 你首先相信 大家就會有互相比較 你看他多成功 不停在這裏瘋狂 你盲目有個目的 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的 你只要我跟著他這樣做 我就可以做得到的 其他人你不認識的 這是發特的機會來的 這些 所以 說到這些給大家聽 所謂的騙神騙鬼的東西 真是很恐怖 有人就覺得這種方式 真的有網民 就覺得這件事是一個陳額式的推手 要人發毒勢 全因是不可以爆大鑊 因為怕那些苦主就報警 我又覺得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告訴大家 是不是 你現在那種騙徒的手法 是不是真的層出不窮 的確是 但是這一種 你是不是叫遠古呢 也有一點 其實都是 因應你的迷信 每逢有時候有些過時過節 有些人就賣一些飾物 又告訴你這些石頭 又可以轉運 又說什麼東西可以幫到你 改變氣場、磁場 無色無形無相 說到這些事件 你相信就有 不相信就沒有 但是 大家都要保持一個理性 比較理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過度沉迷迷信 我自己覺得整件事就會變成了 因為這個世界 所有東西本身都很簡單 是不是 你相信佛教就相信佛教 你相信天主教、基督教 什麼教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變成一個過度沉迷 我覺得到時候就難聽你這麼說 等同你用宗教洗利腦 然後從而 洗利腦去到導致 你不是有些叫ISIS 極端恐怖分子 這些 他用宗教洗利腦 到最後你為教奉獻 獻出自己的生命 你就會信到天堂 天堂的時候 或者去到一個地方 西方極樂 舉例我不知道 總之去到極樂 然後你就會得到很多女人 錢財 去奉獻你用不完的錢 很多人會被洗腦從而 做一些非法的行為 所以大家要小心 留意一下身邊的人 會不會發現了一個古靈精怪 近日沉迷了這些宗教的東西 如果是 很早日就把他拔出來 甚至真的好像 報一下東章 報一下警 不要以免更多人受騙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